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來黑空眼睛的頻道 我是冰臉 我們今天要繼續來玩波西亞時光啦 還記得我們上次把整個布置很漂亮嗎 整個變得很棒對不對 那還是有點擠啦 因為我們的小屋還是有點擠 那就期待我們把它變大那一天 那跟大家說一下 我昨天私底下在玩 把最後那幾個小時玩完的時候啊 我發現我們昨天那封信啊 是市長大人的來信 所以我們要幫忙做路燈 所以我已經做好一些路燈 我看一下喔 這個吧 我們已經訂制了一個計畫 我們城市周圍設置了一些路燈 我們收到太多有關 TAO光鮮不足的投訴 政府將於明天在三會發布四份關於路燈的訂單 盡快接取並完成 我想大家都會很欣喜的 所以我們至少要完成兩份 那我們今天會完成一份 然後我們會再去接一份 明天應該就可以完成了 好 我們看一下研究結果 我們研究得到結果 很高興於共用這次研究結果 我們獲得新的組裝圖 魚缸 這是組裝圖的副本 那我們就魚缸啊 所以我們還要再去那個科研中心 把我們剩下的光碟給他 讓他研究性的東西 嗨 冰冰 不好意思 麻煩你 我們防目長出現很多福義熊嗎 請進會到我們這裡來 所以這是要幫他打怪嘛 那我們今天可能就先做一些任務 然後來完成 所以我們這個有鐵鍋 然後大理石板 所以我們就有 嘿 烘刃鍋完成 來吧 放在這裡 可以煮一些東西來吃了 手持想要的東西 丟進烹飪鍋的食物 對準烹飪鍋按下攻擊鍵添加 在限時內添加核四的材料 食材不是越多越好 搭配合理才是關鍵喔 每次發現菜式和配方 都會記錄在菜脯中 烹飪完成後 請繼續烹飪鍋交付 來取回食物 所以這是我們要做菜用的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菜脯 沒有 我們還沒有菜脯 還不錯啦 然後再來是我們要做路燈了 我們就把這個弄起來 我們剛才看一下 這是叫什麼 玻璃跟大理石 這個超簡單的 有機會可以做 那 我們要做的是路燈對不對 燈在哪裡 我沒有看到 阿西把土阿西 啊 路燈不用用到這台機器耶 路燈是不是只要用到他 冰箱路燈只要用到他 青銅管銅線跟玻璃 所以我們要繼續燒玻璃 然後青銅也要 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直接做完 我們可以再去搶一張單嗎 太好笑了 走 我們等一下喔 我們要先去處理訂單 然後再去伐木場 對這裡 路燈超多的 我們先去搶單 然後去防霧場幫忙他 唉唷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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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水石怎麼了 變得好噁心喔 怎麼會 冰冰糖嗎 我剛檢查了河流 都變這樣了 哇 那你 找到源頭了嗎 毒水耶 我試過 但源頭在巴塞尼奧瀑布上 然而攝像機已經壞了很久了 阿爾洛 去看看怎麼回事 浦西亞河是我們的水之源頭 我不希望我的市民因此而得病 知道 我馬上再提一個委託 宣傳官房主修理這個生甲機 好的 我去看看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擺脫了 所以我們要來接委託 等一下阿爾洛別跑 阿爾洛你剛好要去我想去的地方 很好 完美了 你不要跑 發生什麼事了 你看起來遇到麻煩了 對我被人欺負了 基金師阿 感謝你 不好意思在 百忙之中還要你幫忙 我們不能接 這可以接一下 欸等一下喔 燈降梯也接了吧 我們燈光我們要去 蓋好 然後再去接一個 喔 我們要先去蓋好那個 我們就去這裏吧 我們就去這裏吧 這裏是哪裏 後面嗎 喔公園的以薩 幫你安裝 好 應該完成了吧 可以再接了嗎 一口氣是兩個 一張單是兩個 喔這真的惡劣欸 那我們今天可能沒辦法全部完成 沒辦法搶到那麼多單 可惜囉 真的可惜 我有沒有以為我可以搶到更多單的 不行的話就算了 我也沒有辦法 完成了 然後我們要去找 欸都來這裡喔 我們就去科研那裏一下 差點忘記我們要去科研找那個 來增加加速我們的研究 嗨 你好啊佩德拉 要研究一下 給你10張 好啊給你10張加速 好 感謝你喔 再請你幫忙了 我們出發 好 然後再來我們要去回復 然後再搶一張單 我們今天如果沒有完成那一張單 一張就會不見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爭取完成兩份是不是 8點以前 有機會嗎 不知道 我很懷疑我有沒有辦法完成 嗯 有點困難 不容易 按推怎麼了 謝謝你喔 這是路燈的嗎 8點以前 嗨普雷斯利 好 掰掰 這樣我們要去 接訂單 喔今天好忙喔 嗯今天特別忙 那我們還要做魚羹還要做餐桌 真的有辦法完成 嗨阿米莉 你好 不要這麼兇嘛 好 餐櫻 看起來很好沒有被污染 自從恐怕開始 活一次去餐櫻 去餐櫻 餐櫻在哪裡啊 有空你要帶我去喔 這是我現在要先忙 忙碌一下 這個得繼續 這個玻璃要 不然他斷玻璃就沒有 沒有無解了 好 這個先慢點 好像沒有辦法 好像沒有辦法 對我絕對沒有辦法完成 餐櫻需要銅管 我們也沒有 所以我們 我們一定 一定一定沒辦法完成 我們會 會缺玻璃 好吧 那 兩張單 滿足了吧 該滿足了 那我們就不理他們 我們去 去接那個 那個 伐木場那邊的任務 我們就坐過去伐木場 伐木場在這裡 然後 在那邊我們就可以處理一些問題 然後升降機那邊 升降機我也接了嘛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升降機需要有什麼材料 來 你需要幫 你 需要人幫你解決問題 對不對 來了 謝謝你來了 我們快完了 不知道為什麼 從上個月開始 這些蝙蝠熊貓 就從沼澤地出來 出現在了我們的伐木場 現在他們幾乎覆蓋了整個林場 阻止任何人靠近 好喔 我們幾乎嘗試了所有東西 火水 棉花糖 你能叫出名字的都是了 但他們就是不走 民兵團也來過 但也毫無線索 好 他們一直在吸收營養 毒害我們的樹 看看這些樹 葉子都變成了棕色 真的耶 我們也和西金斯談過了 但他害怕這些蝙蝠熊貓 所以我們只能指望你了 所以我們是要把他們全部殺 你能幫幫我們嗎 好啊 謝謝你 謝謝 但你準備怎麼做呢 殺光 我想我應該先去科研中心 他們或許有辦法 好喔 現在是要先去科研中心 你們是長什麼樣子啊 哇 兇耶 而且是 那個蝙蝠熊貓看起來是熊貓蝙蝠啊 蝙蝠應該放在後面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來 我們去科研中心吧 因為有這個車車真方便 可以省很多我們很累的跑步時間 你能幫幫我嗎 你能幫我對付 服役熊貓 服役熊貓喔 有什麼辦法能夠停止蝙蝠熊貓的入侵 嗯 我不確定 主任 你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蝙蝠熊貓的嗎 服役熊貓就比較合理 因為他是 熊貓但是長著 蝙蝠的翅膀 這個我可以理解 蝙蝠熊貓就很奇怪 當然了親愛的 蝙蝠熊貓對於聲音很敏感 如果你製造了某種聲音放大器 你就能立刻把這可憐的東西嚇跑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音響 我想想 我們這應該有兩種方案 一種非常簡單的設計 但是聲音可能有點吵 不過他很容易製作 或者更複雜的設計 可以播放音樂 好我們兩種都要 小孩子才做什麼 對吧 這樣的話 我們需要八張數據光盤 小孩子才做選擇呢 給你啊 現在馬上就有 太棒了 分析所有數據需要一段時間 等我們有了資料 我會聯繫你 好 那就麻煩你了 好 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回家吧 路燈 這兩個路燈很遠 我不想去蓋那兩個 那個超遠的 他一定會留給我們蓋 那個超級車的 那個超級車的 那麼遠的你就自己去蓋嗎 我不蓋了 怒 好 我們回家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辦法 那 我們其實也是要去釣魚 不然沒有辦法 完成那個 魚羹 這也其實稍微有沒有機會 覺得沒什麼機會 就不要這樣賭啊 還有卡住了 看一下喔 我們那個自摩機 可能要再一個 會比較好一點 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先做 他是不是要我們幫忙做什麼 單做 銅管 木板 銅管也不夠耶 銅管也還要三個 木板 很缺木板 來 走下去 OK 這樣應該還行 然後 這樣的話 我們來組裝個 有沒有新東西可以組裝啊 這個嗎 是這個嗎 升降機 廢室裡面可以挖到各種物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拿過工業動力源 小型晶片有 工業工業員沒有 沒有拿過 對 我不知道這個要去哪裡拿 危險遺跡裡面有 廢棄遺跡裡面也有 沒有看過啊 如果看過就算了 那就是沒有看過 好 剩下一點時間我們就去挖一下礦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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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然後了 我要附新的 新的潛潛進去挖礦的地方 然後 就 結束這一集 好不好 看看有沒有機會在那個 新的礦虛找到那個 找到 找到地下的洞 如果有的話 應該就蠻好的 就能帶你們開一些新東西 沒有的話 也沒辦法 這裡還有一個那個耶 月台沒有人要來放 他不會幫我們放 我們要自己放 但是訂單會被接走 那 快 唉 進去吧 唉唷 Lag 有沒有 什麼都沒有 有有有這裡有 啊 快挖 挖挖挖挖挖挖挖 挖挖挖挖挖 我知道光碟還不錯 一些礦石 不錯不錯 大鐵桶 這邊有一個 就往這 因為這裡有礦石 挖一些礦石 順便可以挖回家處理用 一舉兩得 來 再到了 工業動力源 傻眼 要出任務才會有是不是 馬上就挖到耶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回家一趟 然後 把那個做出來了耶 那個水質一天不處理 一天都很危險 難怪他這麼好 馬上給我 動力源 好像出現了新的古 這個很遠 不要挖得到 挖過去挖過去 我們等一下往下挖才能挖到那個 才有幾乎挖到房間 我們等一下往下挖挖看 潤滑油 往下的 7 好吧我們今天失敗了 沒有成功完成我們的那個目標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還是要那個 那個叫什麼啊 我們沒有找到那個廢棄房間 所以沒辦法 只好出來了 那我們就去我回家 然後處理一下那個 因為我們有挖到工業動力園嘛 所以應該是可以 有機會把工業動力園的東西給做出來 然後我們這個 今天這個啊完成以後 看能不能明天再接一單 看有沒有機會啊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我們這個先完成 看一下喔 裝台的話 這個嘛 控制裝置 工業動力園跟小型晶片這個我們有 然後還有鐵礦石 所以這個應該我們是肯定可以完成 對不對 真的好多東西 來 然後 然後 鐵礦石 剛好 然後他還需要什麼 工業晶片的樣子 去拿一下 工業物 好 這樣這個就完成了 那你明天就可以帶去給他 對 然後這個 我們趕快把這個處理掉 好 好啦 那麼就感謝大家今天的陪伴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系列的話 請記得按一下喜歡 還有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 就能獲得我們影片還有直播通知喔 那麼我是A光眼睛的影片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